没想到坐到一半被赶下火车了 因为 我去刚才有点可怕 刚才觉有人把我的门给开了 然后进来了 Goodentalk Welcome in Flying Boys Club 哈喽 欢迎回到飞行男孩俱乐部 我是爱德华 现在爱德华在奥地利的维远奥 诶 今天我们就要做一起久违的火车旅行Vlog 而且是欧洲的卧铺列车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奥地利联邦铁路 OBB的Nightjet卧铺列车 而且今天我花了239欧 做的是他们车上最贵的单人小包间 路线是从维远达出发前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差不多对象当于是我们坐卧铺一路从上海到北京 上一次我做卧铺火车的Vlog已经是一年多前了 那时候做的是日本的Sunrise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欧洲的卧铺火车能否与之一战呢 走 我们现在出发 这个火车站放在欧洲真的可以说是测瓜的心 因为大部分我所知道的欧洲大城市的中央车站 基本上都是历史老建筑逐渐翻新翻修而来的 那像这样子完全新造的大型火车站在欧洲 真的可以说是比较少 已经在站台上等了快半个小时了 因为他们不停在说这个列车要延迟要延迟 现在还没有到站台 上次了我跟朋友约会是迟到 却发微信说还有十分钟知道的的样子 我对面这个列车看出很古早 有没有董行的火车迷朋友跟我说一说 这个是什么类型的火车呢 过了25分钟我们的列车终于到站了 这个列车真的好长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边的欧洲站台 它们都很长了 但是它这个列车站了好几段8号站台 为什么会这么长呢我来解释一下 因为你看我们这辆列车它一节更比三节强 它这一节里面分别包含了终点站前往 布鲁塞尔 阿姆斯丹 还有汉堡的列车 所以说这辆列车在某一个时间点 应该会分体成三节 而我们要坐的单人小包 竟然觉得252车厢 看到没有这个图标 还有这个logo都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应该没有进错这个车厢 否则可能第二天醒来 我已经人在汉堡了 它毕竟晚点了 所以开动是特别快的 现在我们已经要离开维也纳了 这个车厢的摇晃程度 只要看我这些大衣就可以知道了 首先要说它整体空间非常压缩 尤其从我的第一视角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包间其实是非常之紧凑小巧的 包括这个床 我估计待会应该是要把这个折叠床给这样子卸下来 然后再睡觉 这样子一个中间的床就铺开来了 然后这边一边这个角落 大家应该刚刚就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梳洗台 可以刷牙洗脸的地方 这样子一个小角落的设计 其实我觉得如果放在我自己家里我也会挺喜欢的 这边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广播的音量 这个呢就是空调的一个调整 因为只要门这样一关上 它就没有办法开起了 那如何开门呢 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有这个洞洞的卡片 这样子插进去 就像这样子插进去 就可以开门了 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百分百的密室 可以看到这边基本上这个安全保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边一块的火车基本上 治安上我觉得也都没什么大问题 前面这个其实也是一扇门 应该是可以把这个打开 然后就可以跟对面的这个小包间 就连成一个大的包间 就有点像是卡塔尔航空的Q3的感觉 现在来看一下 他们刚刚给我送了一个白葡萄酒 这个应该是这个等级的这个小包间 他们才会送了一个东西 还送了一支他们的笔 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过夜包信这东西了 眼罩耳塞 还有这个拖鞋小零食之类的 这边就是他们的早餐的菜单 是可以在当中任选六样 但如果想要再加的话 就每样再加一块二欧 现在趁着应该还没有人要洗澡 我们赶紧去洗个澡吧 去卫生间看一下 现在我在地方就是他们每个车厢 公用的卫生间加浴室 它是两个合在一起的 厕所就是长这个样子 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最主要的是浴室 浴室看上去还是很宽敞的 而且我现在仔细看下来 它这边应该是没有冲澡时间限制的 三二十可以出来挨打了 所以现在我就抓紧时间洗个澡吧 我们一会儿见 这洗澡真的还是非常舒服的 除了说没有吹风机 给它拿个自然杆 只不过一路都很颠 我不得不就是一只手抓着把手 一只手洗澡 就有点像是在地铁里面洗澡的感觉 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置的一点 就是它真的能够挂很多很多东西 原来这个是起泡酒 有点就像是坐飞机上午舱的感觉 就像这样子喝着小酒坐着卧铺火车 真的是很有种复古的感觉 甚至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了 我还买了他们这个维也纳的有名的味化饼干 这有可能大家在国内也见过 像这种高热量的东西 在旅行路上订点机其实还是蛮有用的 所以像在这种火车里面刷刷手机 刷刷抖音还是蛮开心的 也不会打扰到别人对不对 总的来说像这样的空间 我觉得只要是铁当迷都会非常非常喜欢的 完美了 OK Valá Thank you so much 刚才列车员是帮我把这个床铺好了 我刚想一下问了这个晚上起的方便 还是睡下面这个床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这个床我也真的是很想要睡一看 包括上面其实还有一个床对吧 所以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想要选择睡在下中上哪一张床里面 在屏幕里面做顺着选择吧 现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跨过国境线 到达德国境内了 差不多已经11点多了 我们就准备睡觉了 希望明天早上我们可以起来一起 看到好看的日出吧 晚安 我去刚才有点可怕 我现在还在睡觉 早上4点多 刚才居然有人把我的门给开了 然后进来了 我就感觉有个人在我旁边蹭来蹭去的 我在想谁啊 然后我就睁眼一看有一个人 然后我发现他手里拿着这样的一个卡片 跟我一样的钥匙 感觉这玩意儿原来是万能钥匙 谁的房间都能进啊 后来我就把两道锁全都锁上了 再确保一下安全 所以住这个卧铺火车 记住啊该锁的一定都得要锁上 否则还是有点吓人的 刚才夜市员呢也是把我的早饭送过来了 因为昨天晚上那个菜单里面选六个嘛 那我基本上就选了两个最大的面包 然后就是一些肉 然后就是这个咖啡 很典型的就是一个欧陆早餐的风格 直接把肉放进去 我还叫这个 看蚊子应该是这个牛的这个鹅干酱 那么也算是有些得奥特色了 我们就吃吃看啊 这味道还蛮好吃的 剩下一个小汉堡 分量其实还蛮大的 而且待会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 所以它这个早餐量我觉得是很实惠的 这本来没有什么期待的嘛 没想到车上吃的东西还挺好的 那以我个人浅薄的不成体系的理解啊 欧洲呢它是越往北走越没有什么好吃的 而我们这一路呢 从奥地利到德国再到荷兰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美食浓度逐渐变低的过程 现在是早上的8点17分啊 我们现在在德国的科隆这边 而且这个车子已经是有一段时间停着了 刚听列车人说是要差不多延误一个多小时 感觉还是可以稍微看到一些日出的 只有欧洲冬天这个鬼天气 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日出 已经算是运气蛮好的 现在呢我们是要驶离德国的杜萨尔多夫站了 那这个呢是Nijay在德国境内的最后一个站 接下来我们就要全力驶往荷兰了 列车驶离城镇 眼前的风景逐渐变成田园乡村 我们来到地地之国荷兰 这个国家有一半的国土在海拔一米以下 目之所见 皆是平坦 我们的欧洲过夜火车之旅也快进行冬点了 LBB最近几年一直在着力发展沃普火车 这次我购买单人小包间花了239欧 如果选择搭经济舱从维也纳菲阿姆 机票加上当晚住宿 大概就是要超过这个价钱的 所以如果不是当天要办事的话 沃普一个晚上平躺着晃到目的地 还带一份早餐 布什维是一个选择 屏幕前大家是不是会选择这种出行方式呢 没想到这个火车坐一半会不会赶下来 现在我们在乌特勒治 离那个阿姆斯丹 还有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火车路程了 我估计是因为今天这个延迟时间太长了 差不多要有两个小时 所以他们就让所有的乘客在终点前面一站下车 然后他们能静止去下一个起点站来换班 所以现在我们还得去换一辆列车 没想到今天还算稍微逛了一下乌特勒治 乌特勒治这个城市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玩的 除了有一个米飞博物馆 所以这15个小时的列车经历还真的是够丰富了 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过来体验一下吧 我是爱德华 一个上天入地的飞机男孩 欢迎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一半飞机再见 Ciao Ciao